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等了30个月 我们终于可以再次来到周济酒店 不是 现在叫做荔精酒店才对 重新开业 里面四间餐厅率先回归 想进去住就要再等多一会儿 今天来到 第一件事就是觉得他们人手充足 训练有数 在酒店门口 大堂 餐厅里面的大位 侍应 企档师傅 每一位员工都是专业有礼 反映出管理层都挺有野心和诚意 今天试的港半餐厅自助晚餐 拍摄当日属于新开张事业期 用餐时间长些 价钱便宜些 到了1月20日便会有改动 一走进餐厅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位置阔了很多 以前摆桌密麻麻 椅背贴椅背 现在就舒服很多 打听之下 原来周济年代的港半餐厅 最多摆成200个位 现在就只是摆了140个位 难怪得得松动了这么多 不过这样 现在刚刚开张 又有疫情 加上他们生意都很好 一日包场 遲些会不会加多些位呢 我们拭目以待 我平时除了喜欢吃鱼 还很喜欢钓鱼 说的是一款手机游戏 Fishing Clash 它是一款很逼真的钓鱼游戏 在一个游戏里面 你可以环游世界不同的地方钓鱼 有很多乐趣 例如你可以升级你的鱼竿 鱼类 还可以和其他玩家比赛 看看谁钓到一些大条些的鱼 每个星期还有不同的比赛和活动 可以升级技能 这样就可以钓到更加高级的鱼 玩家也可以创建自己的部落 这样就可以和朋友或者家人 一起玩Fishing Clash 如果想钓到高级的鱼 就有很多细节要注意 例如鱼竿、执照、技能 另外还有加重物 甚至可以用星鱼来选择你要捉的鱼 现在用画面的QR Code 或者是Info Box的连续去下载 再加上我的Promo Code 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20美金的奖励 有一个独特的头像 一张神秘的鱼利卡 50运气、30个重量 这样就可以钓到更加大条的鱼 自助区采用一致长蛇阵 一条大直路由门口走到餐厅里面 二次是冷盘、热分、甜品 明确分开三个区域 拿东西的桌面虽然面积不小 但只得一个方向给食客拿东西 另一面就是厨房和师傅做事的位置 食物不单只分了前后排放 有时甚至要向高空发展 要找个假浪高一些碟 拿东西就不那么顺手 大部分酒店自助区 会采用类似中岛的设计 食客可以在三面甚至四面围着桌拿东西 有效分散人群 今天港半餐厅的一致长蛇阵 就真的搞到自助区继续排长龙 特别是冷盘区 很多人去拿凍海鲜 搞到其他人想拿菜 都要顺着人流一起排 香港这么多酒店做自助餐 这里的布局可以说是最有北 7点20分 终于都可以开始吃东西了 我今天吃的第一碟就是刺身 每样都拿了两片 有些什么呢 前面这个是三文鱼 然后就厉害了 这里是有拖萝的 除了拖萝之外 还有一个赤身 然后这个是池鱼 然后有甜蝦 有北海道带子 还有还有三文鱼籽 它外面也有不少寿司 但是寿司也是预先做好了 一碟一碟放在这里 那我就没拿了 其实它的寿司的外观 卖相都不太差 但是毕竟舊饭 都是拖了放在这里 我就不试了 刺身我不足够说了 试完先 一次我跟大家说一下 整体的品质是怎样 那么多款的品质 都是很正常 是很新鲜 其中它今天的带子是很鲜甜 因为刺身带子 有时都会比较淡 没有什么味道 撒下那个拖萝 第一就是 其实很少自由餐会出现 其实都很久没见过 还有今天的大拖品质非常之好 完全是一入口 油份是爆发的 觉得是吃了一块A5和牛 这样的感觉 然后又有 很少会见到任你北的三文鱼籽 款式很齐 品质很好 这个刺身来说 应该就是近这一两年 那么多酒店来说 它做得最好 接着试试这一块 都是放在刺身那边的一块熟鲍鱼 鲍鱼好腍好入味 上面轻轻放了几条 紫苏叶 所以它会有一种清香 接着就吃第二碟 就是冻海鲜了 冻海鲜里面有一样东西 不是长期都有的 就是这个阿拉斯加蟹 除了阿拉斯加蟹 其实它今天在热芬那边 还有一个天婦楼是即炸的 据了解这两样东西 平时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今天会有呢 就是因为今天 刚好就没有了鸭肝 其实平时是有的 但是听闻 就是因为欧洲那边的 供应有些问题 今天就没有货 所以他们就加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说完阿拉斯加蟹 就不吃它 因为应该它更好吃 我们先吃了一个最普通的 这个是Snow Crab的蟹脚 试一试 大小很正常的 那今天蟹脚的味道 是很鲜甜的 質地方面 我就觉得 味道到最100分的爽蛋 熟的带子 除非大家是不想吃生的东西 不想吃刺身 如果不是呢 就建议吃刺身那边 不去到带子 味道是鲜甜很多的 阿拉斯加蟹 这个呢 又是很少见的 其实大概一年前呢 我有去过 Grant Hyatt的Grant Cafe 它以前也是有 阿拉斯加蟹的 但是我去年那次 都刚好没有了 那次我没有拍片的 所以现在呢 都不是很多酒店 会有阿拉斯加蟹吃的了 今天那个阿拉斯加蟹呢 那个蟹肉呢 是一疏疏的 是非常之爽蛋 質地是无恶可激的了 那这个蟹味呢 你吃得阿拉斯加蟹 当然就很少可会遇到 淡貌貌的 它一定是 蟹味是明显的 红蟹的肉质呢 很鲜嫩的 你会觉得它的蟹味 是属于清甜的那种 红蟹的蟹壳呢 就很薄很软的 那这个就很容易咬了 好了快点试完 麵包蟹给大家看 蟹盖超多糕的了 嗯 麵包蟹好吃 这些糕很甜的 刚刚出去拿了一碟 都是冷盘的东西 那现在呢 就8点钟了 刚刚拿了一转 那个冷盘的位置 就开始没有那么虚忍了 如果以这间酒店的定位 和它的收费来计呢 那它今晚这里的 冷盘的款式的选择 就不算非常多 但是款式上少得来 它有的东西 我觉得它的品质也是在 中间这一段就是热婚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每一个煲盖 每一份餐具 即是那些夹 公羹之类 都有妥善安放的位置 自助区整晚都是干净企理 每一款食物 都有名牌告诉你 是什么 不过这样 周济那时候 曾经绝无紧有 会在每一个名牌上 中英对照写清楚 每一道菜式含有什么成分 特别是那些有机会 致敏的成分 例如蛋 牛奶 花生等等的做法 今天 麗精就没有了 虽然这个贴心的做法 全香港都没有哪间酒店会做 麗精不做都无可厚非 但我会继续欣赏和怀念 周济曾经有过的精益求精的态度 好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你们最喜欢的肉 这里有烧羊架 这里有烧羊架 这个也是一个盘子 这样放在这里 你叫师傅先切 就不是切完 那种的 然后隔壁有一片烧牛肉 先摆开给大家看看 那种比例 先试一试这种 今天这里的烧牛肉 就是一片USDA的Prime 它那个位置就是西冷位 其实如果吃一些比较肥的牛 即是如果去到吃和牛 A4 A5 我会觉得西冷这个位置是好吃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吃一个没那么肥的肉 那我其实就会尝试其他部位 那今天这里的羊架 正正就是我觉得很理想的状态 就是那个羊架 就算你完全不点任何的汁 其实那个肉本身都是有味的 因为它整块里 它那个外面都是 已经塗了一层调味 而且今天的羊架 它本身第一就是 它就是我所说的 它有羊味但是没有酥味 第二就是它的质地非常之嫩滑 接着就试一些中式东西 那这里呢 今天就有一个是花胶炆鹅掌 刺下去它那个花胶 不算太薄那种 我觉得它那个调味挺好 但是呢 那个花胶的时间差一点点 我觉得呢 不是去到我喜欢吃的那个 那个腍的状态 可以再腍一点点的 那鹅掌呢 就腍了 那鹅掌就完全是烂了那种了 接着试一下这个呢 粥打海鲜汤 那现在鸟下去呢 质地就很正常了 不会好像早前文化那样一九九了 好了那我们试完这个中汤了 这个呢叫做松草花木瓜云尔鸡汤 那味道就是刚才所描述的那几个材料的味道 喝这个中汤呢 就突然间醒起一样东西 就是刚才那个西汤呢 那个温度呢 其实是稍微凉一点点的 这个就真的是热的 好了 接着呢 就吃这里的玻璃了 刚才我们吃冬海鲜那边就没有玻璃了 那很少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玻璃就去了热婚那边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卖点来的 因为呢 如果在冬海鲜那边有玻璃呢 那些玻璃就不一定是新鲜的 可以是那些 冰封了几万年 就是青BB那些 那些那些 那今天这里的热婚的玻璃呢 就是玩新鲜玻璃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玻璃是白酸酸的 看上去都觉得它是很水暖的了 那它这个玻璃呢 就会找一些蒸笼呢 就放在旁边就保持温暖的 那然后到你真的要吃的时候呢 师傅就会帮你 在蒸笼里隔起玻璃 就放在一个 就是上汤里面呢 就轻轻浸一浸 那很快 就是浸几秒 那再拿起 那它有条 蝦腸了 自己去一去先 这个没办法 大哥 看到的 一定要搅拌它 那这些新鲜的玻璃呢 就是质地味道呢 就虽极有限的 那今天这个玻璃呢 唯一呢 就是还有些进步空间呢 就是它那个生熟程度 有些偏得太熟了 就是可能一路都放在那个蒸笼那里蒸住呢 它开始有少少过熟 那就会硬了一点点 那但是呢 今天这里呢 是玩一个热婚 然后是一个新鲜波笼呢 其实现在香港 应该就没什么 哪间酒店是有做的 我记忆中呢 很多年前的 万荔海景 和很多年前的 尖沙咀 哈人 那如果各位观众知道 还有哪间 现在是有玩这样东西的呢 就下跌留言 告诉我一下 跟着这个呢 是一个 冬菇蚊海芯 今天的海芯 够嫩 够入味 最重要呢 就是发得好 早前都有拍过另外一间 同价位 即将近成千元的酒店 跟着你一吃呢 就发觉 完全不行 即是有石灰味 那今天这个 就完全没问题 甜品区的最大特色 是有很多圆过的蛋糕 现在很多酒店都会避免这样做 都是以一些杯葬 或者是一口一见的糕点为主 这个就是以卫生 以及以于处理为前提 但如果说好吃和卖相 我就喜欢圆过蛋糕多些 不过两个做法一向各有支持者 你们又喜欢哪一种多些呢 我真的不过来 我太不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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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仁果子蛋糕,蛋糕裡有果乾,外層鋪了杏仁碎,蛋糕質地鬆軟,忌廉順滑,果乾酸甜,忌廉奶香,杏仁香氣,味道層次豐富 反烤菠蘿蛋糕,菠蘿肉除了鋪在焦糖底層,蛋糕脫模後放一片菠蘿在上面,顏色對比很吸引 紅絲用蛋糕,蛋糕很濕潤,忌廉部分吃到cream cheese的鹹味,中間有一層薄薄的果醬,果醬的蒜中和了忌廉的油膩,整個蛋糕味道很濃郁 特濃朱古力蛋糕,醬鋪得很厚,味道濃郁,後徑有輕微的朱古力苦味,吃得出朱古力的用料不錯 自家製雪糕,問了店員,這三款口味最有人氣,分別是奶茶、咖啡和綠茶 奶味不算很濃,質地比較輕盈,略帶一些冰感 整體來說,我對今天講半餐廳的評分都挺高,新開業不一定做得好 我早兩年拍過一間新開的酒店就很嚴重 這個高分,反映了整個團隊,由管理到前線都有經驗和專業,不是拉閘成軍 但說回它的一致長蛇陣就真的搞不定 如果遲些他們又加多些桌子,人龍會很恐怖,比較方便的做法 可能是參考以前周濟,將冷盤的麵包、芝士、Cook Cut之旅 抽出來,然後在門口加多一張桌子 最後提提大家,如果想下載Fishing Clash 就可以用我的Promo CodeAlfred Chan 今天講到這裡,下條片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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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